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们来干什么 和野惠子人哪 惠子小姐 我们河石道场 跟你们夜市无关 神州无关 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是来找和野惠子的 把他给我叫出来 二位师傅 今天是什么风 把魏师傅和叶师傅二位 一同吹到我的道场来了 少废话 惠子呢 惠子 二位师傅招师妹有什么事 惠子指使人绑架了我儿子 你把他交出来 二位师傅搞错了吧 我师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井上 你就不要耽误时间了 你把惠子交出来 否则我们就要搜了 慢着 这是大日本帝国的道场 不是你们中国人想搜就能搜的 别废话 今天我们非把惠子找出来不可 好 那先问问我手里这把刀吧 你把刀拿下来 你把刀也忘了 再也要扔了 我把刀交出来 你把刀则在哪里 你把刀刀抖了 你把刀刀刀刀来 你把刀刀刀刀刀打开 你把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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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不停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上 师兄 师父 师父 他们两个是什么人 他们是叶宗寿的儿子 叶山群和大徒弟魏弘生 这两个人今天来我们到场 是来找麻烦的 叶宗寿的徒弟和儿子 整个苍州 配跟我石田平一郎做对手的 只有叶宗寿一个人 只可惜他老人家已经死了 我看他的后辈也不过如此 你们两个胆子可真大 竟然敢来我的道场撒野 你误会了 我们绝不是来道场撒野的 只是我的儿子被人绑架了 这件事和惠子有关 我们到这儿来找惠子 就是想知道我儿子的下落 请你让惠子出来 把这件事说清楚吧 惠子有没有绑架你的儿子 我不知道 但是要我把他叫出来 绝对是不可能的 你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 两个选择 要么立刻离开 要么 就和我来一场比武 比武的规矩 拳脚无言 生死听天由命 如果我师父今天把你们打死 那也只能说明 那学艺不敬 和我师父 没有一点关系 打言不惨 打就打 尚军 要无落尽 我们待无落这么久 惠子他肯定已经跑了 我们别再量费时间了 关键是找到启凡 怎么撤 走啊 好 咱们先告辞了 走啊 哈 哈哈哈 伸手不好 但脑子还不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见师父 师父突然来苍州 怎么也不早点告诉我和师兄 我们也好做做准备 不必了 我早就留信给你 告诉你 我办完事情就会来苍州 昨天刚到道场 就碰到了魏洪生和叶善群 前来踢馆 他们说你绑架了魏洪生的儿子 我知道 你是为了魏家的药方 所以帮你挡了这件事情 谢谢师父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完成 山本大佐交代的任务 功败垂成 蒙灭人出面 把人给救走了 又是那个蒙灭人 我早就听说 他好几次破坏你的任务 你们到现在还没查清楚 他是什么人吧 我们已经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去追查他 但是还没有查出来 他到底是什么人 就更别说 把他给抓住了 这么说来 这个蒙面的家伙是很难对付 而且他的武功 又在你和井上两个人之上 难怪你们拿他没办法 区区一个不敢露脸的人 我还不放在眼里 这样吧 井上 我暂时留在苍州 帮你们找出这个蒙面人 然后把他干掉 是 有师父出面 蒙面人 一定逃不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